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节电 连续两年获得全国县市节电竞赛的第一名 今年更因应夏季用电高峰 透过了四项方式带动产业和民众全面动起来 一起来减少夏季用电 全球暖化和能源议题是现今各城市重要课题 新北市在节电推动上从不缺席 因此连续两年获得全国县市节电竞赛第一名 夏天的时候冷气更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怎么样控制温度 让所有的不管是大卖场 百货公司商家各个民众的地方 到各家各户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的话 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省电的目标 所以今年又是一个大挑战 那新北市已经连续两年的总冠军 那我们今年要大家一起来 四百万的市民 所有的店家 所有的商家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 我们共同加油 共同努力 面对即将来临的夏季用电高峰期 新北市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各项节电政策 希望透过四种方式带动产业 以及民众可以全面动起来 包括法规查核 督导管理 态换节能照明 以及全民纠团省电等四种方式 一起来节省用电 累积省电量最高的团队 还有机会获得20万元的礼券 记者方坚凯 林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道